我们今天讨论的法律是因为COVID-19影响到加州的新的诉讼法律 可是我们今天的演讲不能代替法律咨询 因为每一个案件都有它单独的事实 所以每一个大家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 应该去咨询你们的法律专家或者理事 那我们讨论新的这些法律之前 因为COVID-19改变的法律之前 我们先讨论一下加州COVID-19之前 这个Eviction的这个诉讼的法律的这个情况 Eviction诉讼呢 英文叫Unlawful Detainer UD Lawsuit 一个UD Lawsuit呢 是一个简短的法律程式 这个诉讼是一个房东用来把他的这个房子从房客收回来 那这个一般的这个诉讼呢 被告有30天的时间去回答这个诉讼 那这个UD的诉讼呢 所以在这方面已经能看到UD的诉讼是一个非常缩短的法律程序 那这个房客回答以后 一般来说法官会20天以后出庭 然后当天有个判决是谁赢谁输 那这个在这个程序当中呢 房东不能用自己的办法去把这个房客逼出去 这叫self-help 这个代表什么呢 房东不能把水电掐掉 逼房客出去 房东也不可能 也不能带他的朋友去房客的家 去逼房客出去 如果法院的判决是向于这个房东 法院会给房东一个writ of possession 房东拿到这个writ of possession以后 他可以跟这个当地的警察 sheriff department 去约个时间把这个房客送出去 一般来说这个会两个礼拜以后发生 所以整个这个process 会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 那我们2019年的时候呢 加州立了一个新的保护 加州的房客的这个法律 叫AB1482 AB1482呢 是今年的1月1号生效的 以前一个房东跟一个房客 这个租约可能是一年 一年过后 房东可以没有任何原因 把一个房客让他离开 给他30天或者60天的这个通知 可是因为这个AB1482的这个法律 现在的要求是 虽然房客只有一个month to month的这个租约 房东必须有一个just cost 合理的理由去让这个房客离开 那这个法律呢 房客必须在这个房子住满一年 就是这个unit全部的房客住满一年 或者这个房子其中的一个房客 有住满两年 这个法律才有效 所以房东正在加州 不能没有任何原因 让一个房客走 必须有just cost reasons 那这个just cost分从两种 一种是房客的问题 一种是房客没有出问题的这个reason 如果不是房客的责任问题 房东让房客走的话 那房东要给房客 最少一个月的这个搬家的这个帮助 那这个at fault和no at fault分从两种 at fault的原因都包括什么呢 像这个房客没有付房租 或者房客在这个房子里面 做一些犯罪的行为 或者房客违约 如果房客违约的话 房东必须给房客一个机会 去解决这个违约的这些问题 什么原因是no fault 就是说不是房客的问题 出现的这个让他走的原因呢 包括这个房东的家人 或者房东自己 想要搬进来这个房子 房东的家人 包括房东他自己 包括他的先生或者太太 包括他的孩子 家长 爷爷奶奶 或者grandchildren 或者房东想把这个房子 withdrawal from the market 拿下来市场下 不想再去出租了 或者房东想要拆掉这个房子 或者收到政府的命令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呢 是从明天开始 7月1号 如果房东想用 他要搬进去这个unit的旅游 去让一个房客离开的话 这个旅游 这个issue必须在 你这个房东跟房客的租约上 要不然房东以后 没有办法用这个旅游 叫一个房客离开 所以如果房东以后 有可能用到这个旅游的话 我们的建议是 房东签这个合约的时候 要make sure 这个问题在这个合约里面 那房客呢 不能这个wave 他们的这个权利 AB1458给他们的 这个1482 不好意思 给他们的这个权利 房客不能wave这个权利 所以就是房客 跟房东签一个协议 说我这个 我不用这些保护 这是没有效 没有效的合约 那这个just cause 这个要求呢 有一些exceptions 所以如果这个房子 是近15年以内 盖的房子的话 那就不用遵守这些要求 或者这个房子 有一些法律上的要求 说这个房子必须给 低收入 或者moderate income 的这个家庭用的房子 so low income housing 然后有一些学校的这个住宿 不用遵守这个法律 dormitories 还有如果这个property 是两个单元的话 其中一个单元 是房东自己住的话 那也不需要遵守这个要求 或者这个是一个single family home 单独的一个住宅 然后房东达到这两个要求 一是这个房子 不是通过一个家庭信托 或者一个公司 或者一个LLC 去拥有的 这个LLC 拥有的LLC 如果有一个corporate member 然后房东有通知 用文字方面的通知 这个房客 他有这个豁免 可是这个文字的通知呢 也是从明天开始 7月1号开始 如果房东有这个保护 这个豁免的话 必须在他们的合约上写上 然后这个通知呢 有很严格的法律要求 所以我建议房东 去跟他们的律师 或者法律专家去咨询一下 那我们这个疫情开始以后 州长Governor Newsom 是第一出来 帮助这个住宅的房客 给他们一点的保护 那这个是3月27号 设定的这个executive order 他这个保护是什么呢 就是受到保护的房客 如果收到这个UD的诉讼的话 他有多60天的时间 去回答这个诉讼 我们跟他不是说吗 UD的诉讼 房客有5天的时间去回答 那他现在有65天的回答 那这个不证明 不是说房客不用去交房租 或者不欠房租 或者这个UD的诉讼不能进行 只是说房客有多 两个月的时间去回答这个诉讼 那房客要想得到这个保护 必须3月27号的房租都有交期 然后房租到期时 7天内要告诉房东 他现在没有办法支付这个房租 因为COVID-19的原因 房客也有责任去保留 有关的文件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保护 那4月6号的时候 加州的法院 Judicial Council 出了一个新的规定 这个要求呢 是没有一个加州的法院 可以在UD的诉讼上 issue a summons 除非是保护 这个public的健康和安全 那summon是什么呢 每一个诉讼 法院都会给这个原告 一个summon 原告必须把这个summon 和诉讼 加在一起 送达给这个被告 或者这个房客 所以如果法院 不给房东summon的话 那没有一个房东 可以送达一个UD的告状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房东还是可以 在法院去file 这个UD的这个诉讼 可是他不能再往前走了 就是他送到法院以后 他就不能再继续去告这个房客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拿一个判决 然后这个4月6号的 这个规定呢 也是说 当时现有的这个UD的lawson 基本上是不能进行 除非是保护 这个public的健康和安全 然后这个时间呢 从3月份开始 加州政府允许 全部的地方政府 是市政府 县政府 去立他们自己的UD的 这个暂停令 所以洛杉矶县和洛杉矶市 很快就有立他们自己的 单独的暂停令 我们先讨论一下 这个洛杉矶县的暂停令 洛杉矶县是3月19号 发的他们暂停令 房客有责任 他们这个房租到期时 7天内给房东 一个文字上面的这个通知 他们现在没有办法付房租 因为跟这个COVID-19 有关系的原因 那这个 请说 那他那个房客说 我7天之内提 说我没钱交房租 他需要提供那个证明 或者是说有理由 他可以写 当然写 但是他需要提供 proof 说你看我丢了工作 还是说 他在信上写了就qualify了 对他是这个 这个暂停令呢 有他严格的这个要求 就是说 房客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要求 才有这个保护 所以他不能说 随便说 我这个没有收到房租 你就不要 不能哄我 可是这个暂停令 要跟这个加州法院的 那个4月6号的命令 一起去看 所以今天 就是洛杉矶县的这个房东 他有权利去这个 开始一个这个UD的诉讼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 加州的法院 现在不发这个UD诉讼的 summit 然后这个洛杉矶县的这个 暂停令呢 就包括 unincorporated areas of Los Angeles County 就是说 洛杉矶县有很多城市 对吧 像洛杉矶市 Hambra市 这些地方 这个暂停令 不包括 这个暂停令 只是包括 unincorporated areas 像Hassanda Heights 是一个社区 一个community 它不是一个城市 其实像Hassanda Heights 就会受到这个洛杉矶县的 暂停令保护 我们下一个会讨论 洛杉矶市的暂停令保护 洛杉矶县的暂停令保护呢 是上个礼拜 他们延长到 7月31号 那他这个 有可能7月31号 他会 之前他会再延长一次 可是目前来说 是7月31号 这个就没有效了 那房客呢 从4月 不是3月4号 到7月31号 时间欠的房租 这个暂停令 结束以后 假如说他7月31号 结束 那房客 有6个月的时间 去付 这个房租 可是7月31号 以后的房租 像8月份的房租 9月份的房租 如果这个房客 没有去付的话 那按道理来说 房东还是可以 按正常的 这个procedure 去送达 这个UD的 这个诉讼 那洛杉矶市呢 City of Los Angeles 是第一个城市 其中的第一个城市 发他们的暂停令 是3月份发的 包括这个住宅的 和这个商业的房客 然后洛杉矶县的 这个暂停令 也有包括住宅 和商业的房客 那洛杉矶县的 暂停令呢 洛杉矶市的暂停令 会比洛杉矶县的暂停令 更严格一些 洛杉矶市的暂停令 说房东不能因为房客 没有办法付房租 因为这个COVID-19的原因 去这个 轰一个房客 然后他写得非常 更仔细 说这个房东 也不能用任何 这个 轰房客的 这个 Legal Procedure 像我们一般房客 如果没有交房租的话 我们会给一个房客 一个三天通知 告诉房客 你现在没有交房租 因为我们给这个房客 三天通知以后 我们才能走下一步 才能这个 诉讼这个UD的 这个诉讼了 那在洛杉矶市 给这个三天通知 都不允许 然后房客 没有任何通知 房东的责任 在洛杉矶县 房客有这个 七天的责任 去给房东 一个通知 在洛杉矶市 没有这个责任 然后在洛杉矶市内 如果这个房东 这个 violate 这个暂停令的话 房客 有权利 是在法院 单独去告 这个房东 这是我看到 唯一的一个暂停令 有这种权利 然后 罚款是有 最高到 一万块钱的罚款 如果这个房客 是高于 六十五岁的话 要在一个多余的 五千块钱的 这个 statutory penalties 这个罚款 是在 房客 受到这个 damage 受伤的上面 然后在这上面 房客 告房东的时候 也可以拿到 有可能拿到 他们的律师费 所以 这个给 洛杉矶市内的房东 很多的这个法律风险 那这个暂停令呢 没有一个过期的 到期的这个日期 就是说 洛杉矶市内 有一个local emergency order 就是洛杉矶市长 有宣布 洛杉矶市 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情况 这紧急的这个period 结束以后 这个暂停令 才会结束 然后这个住宅的房客 有12个月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去付他们欠 房东的房 这个房租 所以从这个暂停令 结束以后 他们还有一年的时间 去付这个房租 然后 commercial tenants 商业的房客 有三个月的时间 去付 他们欠这个房东的 房租 暂停令结束以后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房东也不能管房客 要任何利息 或者雷费 最后房东有责任 给他们全部的 这个住宅的 房客通知 他们这个 受到这个洛杉矶县的 暂停令的保护 所以其实 从4月30号 房东就要给他们的房客 这个洛杉矶暂停令的 这个保护的通知 加州很多当地的县和城市 都有利他们自己的 暂停令 所以呢 这个是 全部我找到的 加州县和市的暂停令 所以我没有办法 给大家解释 每一个暂停令 可是我会慢慢给大家 可以看一下 像Alhambra Anaheim 这些城市 都有他们自己的 暂停令 Beverly Hills Burban 通过我的调查 现在Irvine 还是没有 它的 单独的暂停令 大家能看到 大部分的 市和县政府 都有他们 单独的暂停令 那现在帮助 这个房东和房客的 这个保护呢 是非常少的 可是上个礼拜 洛杉矶市政府 Approve 这个1亿的 这个Emergency Relief 帮助 租客 付他们的房租 那 这个大概呢 能帮助 差不多5万个 洛杉矶市内的租客 所以这个新的 这个Emergency Relief 只包括 只帮助 洛杉矶市内的租客 然后 是给他们 两个月的 赌注 一个月一千块 所以最多 一个房客 可以拿到 两千块钱的补助 那 这个房客呢 他们家庭的 income 必须低于 周围的 80%的 这个income 意思就是说 一个家庭 有四个成员 他们的 总共的 这个收入 不能超过 八万三千五百块 然后这个补助呢 是直接 市政府 给这个房东 所以房客 不会 这个钱 不会到房客的 账上 直接是给 这个房东的 然后 这个申请呢 我听新闻报告 是从 七月六号开始 到七月十号 只有这个 四天的时间 然后 七月十三号 他们会告诉 特别的 lottery 去选 谁被选上 然后 差不多有五万个人 租客 会受到 这个保护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 hcidla.lacity.org 去申请 那我昨天看的时候呢 这个申请表格 然后很多内容 还没有放上去 然后 我听新闻报道 说 洛杉矶县 有一个三千万的 帮助这个 租客的 这个保护的 这个金额 可是目前来说 在这个洛杉矶县的网站 还没有任何消息 洛杉矶县的网站 是这个 lacda.org programs Rent for Me 目前来说呢 我还没有看到 任何帮助 政府的这个program 去帮助房东 所以 这是我给 房东的一些建议 房东呢 应该是 知道他们当地的 暂停力 写的是什么 像如果房东 是在洛杉矶市内 他随便给这个 房客一些通知的话 他可能把自己放 放在很多 这个法律上的风险上 所以 有些 这个市政府 没有要求 房东不能给这个房客 这个三天通知 有些政府 包括LA市政府 有要求房东 不能给这个 有些房客的 这个三天通知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他们当地的 暂停力 是什么意思 房东呢 也应该 跟他们的房客 有一个沟通 房东真正能帮 房客什么 房客的责任 是什么 所以这个沟通 需要happen 然后 有些地区呢 要求房东 给房客 一些法律上面的通知 像洛杉矶市 所以房东 应该知道 他们的这个 法律的责任 是什么 那没有办法付 房租的房客呢 房东 很多情况下 应该跟他们的房客 去谈判 看能不能 他们搬走 他们这个 不收这个房租 或者看其他的办法 那很多大的 房东呢 还是要跟他们的 这个贷款 银行 去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 他们的贷款 可能有一些限制 那因为疫情 我们也建议 房东如果能不当面 去收房租 最好 最后呢 房东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违约的 这个law suit 因为虽然 房东不能 这个用UD 诉讼 去把一个房客 踢走 弄出去 可是 如果这个房客 有钱的话 有财产的话 房东可以考虑一个 违约的诉讼 唯一的诉讼呢 就是一种 一般的诉讼 在法院上 他这个法律 我昨天看到 他只有写written 这个通知要求 所以我的建议呢 因为这些法律 都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上 下写的 他有很多 这个错误的词 写得没有特别完整 所以我的建议呢 是 如果要给这通知的时候 最好是通过email 然后certified mail 一起给 两个方式都给 这样子就没有任何疑问了 是洛杉矶市的话 那个暂停的通知 只是 是要给这个 residential 住宅的这个房客 洛杉矶市的这个 这个通知的要求 只是给这个住宅 住宅residential的房客 所以商业的房客 没有这个同样的要求 这个要求只是给 住宅的房客 你要看这个 当地的法院 现在有没有开 所以大部分加州 每个加州的法院 是分成县 洛杉矶县 有洛杉矶县的法院 Orange County 县 有Orange County 县的法院 如果你当地县的法院 现在有开开的话 像大部分的法院 有开门 你可以 违约的诉讼 告这个 房客 他违约 因为一个租约 就是一个合约 那违约的诉讼 是非常慢的一种诉讼 就是一般的诉讼 所以可能一年以后 你才会有一个判决 然后违约诉讼 也是非常贵的一种诉讼 因为会花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这个违约诉讼 也要分析一下 我值不值得花这个钱 去告这个房客 除非我能把我的律师费 拿回来 有时候都不太值得 可是需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房东先要看 他是哪一个城市 受到哪一个县 或者城市的暂停令 要看这个暂停令去进行 那像这个房东 如果是在这个洛杉矶县 的暂停令下面的话 那这个房客 如果没有给他这个七天通知 那按道理来说 他可以进行这个UD的诉讼 如果他是在洛杉矶市内 那他就要非常小心了 对吧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房客 为什么没有给他交房租 如果他给三天通知 去法院诉讼这些的 然后房客出来说 因为COVID-19 你不但浪费了很多历史费 你还有可能更多的法律的责任 因为你违了这个 反了这个洛杉矶市内的 这个暂停令 所以因为洛杉矶市的暂停令 如果房东没有遵守的话 有这个一万一万五千的 这些罚款吧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 那如果这个房东呢 遵守了这个法律 然后房客不回答的话 那他现在其实能做的一些事情 非常少 因为现在加州的这个法院 也不发这个UD出送的summons 所以其实也没有一个 好的法律办法 让这个房客离开 都不一样的 每一个暂停令都不一样 要看他们当地的暂停令 写的是什么 如果房客收到这个UD诉讼的判决的话 应该是会在这个房客的这个 record上有这个记录 具体怎么影响到这个房客的这个credit 我不是特别清楚 可是我相信肯定有办法是影响到他们的这个credit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房客呢 他们是以前有非常好的credit 他们怕影响到他们的credit 其实他们都会跟这个房东配合 或者他们搬家或者有这个会谈判 有一个和解的 这个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也要看他这个案子的事实 那很多情况 你当这个你续约的话 你有这个合约上的保护 对吧 他会再租一年 可是你不想失约的话 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你怕以后想把这个房子收回来也好 还是各种其他的原因也好 所以这个是要一个详细的这个分析 当然可以解决 如果这个是个合约 是有两年的合约 两年才这个到期的话 那一般下来说的话 如果没有好的理由 房东没有责任是这个在续约 可是也要看这个合约写的是什么 有些合约可能有写 就是说他可以早一点要求续约什么的 要看这个合约具体写的是什么 对这暂停令 很多房东都说对他们不公平 然后确实是有这样子 可是我们刚才说嘛 暂停令是一方面 也要看加州法院的那个命令 4月6号的命令 所以就是暂停令 这个停止了 房东就可以开始这个轰这个房客 给三天通知 给这些东西 那可是如果这个法院 不给这个UD的这个诉讼的 summons的话 那房东还是不能把这个房客轰走 也要看它是在哪个城市 在哪个暂停令之下 那一般来说这个房客的这个pay stop 或者这个公司的通知 说你这个工作停工了 对吧 都是有效的这个证据 一要看这个合约写的是什么 OK 然后它这个问题也是有点 complicated 所以如果这合约 它违约的话 那房东随时可以这个 把这个合约 删除掉 就 如果房客违约 那房客违约的话 房东要通过这个合约 这个方式 去告诉房客 OK 你违约了 你有什么责任 这些 你要通过这个合约的要求 所以 洛杉矶市 洛杉矶县的暂停令 跟这个合约的法律 没有关系 OK 你合约是合约 是单独 任何这些暂停令 都不会影响 你跟房客的合约 你就是今天跟房客 没有合约 暂停令也不允许你 把一个房客 请出去 所以 这个跟 合约是 两个没有 没有关系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呢 我在这里特别要 跟就是我们的 小型企业 提供一些贷款 和计划 还有 我知道 PPP已经结束了 已经没有 这个 小型企业 联邦小型企业 已经停止 接受 那个 PPP 贷款 但是呢 小型企业 SPA 还有那个 紧急贷款 就是EIDL 还是有 继续的 接受 这个 贷款的 表格 所以如果 这些小型企业 如果你们有需要 这个帮忙的话 可以跟我和 Jennifer 联系 我们的服务 都是免费的 我们一律不收费 我们会帮你 检查你的 申请表格 如果你有 哪一方面 表格不会填的话 还是 找不到 某一类的表格 我们都会 尽量我们的能力 来帮你 解决你的问题 另外就是 现在呢 在 洛杉矶县 第一区 非建设地区 就是 Unincorporated Area 有一个特别的 贷款项目 就是只是 特别给予 这个 第一区 非建设地区的 它的贷款利息低 开始还款的时间 最 有六个月之 到十二个月 所以 这个贷款 利息低 而且还有 还款 还款时 也有 延迟 所以是一个 非常好的 特别是 这 为什么要 在第一区 非建设地区呢 因为这些地方 可能 这些小型企业 他们的 Financial 不够 不够强 还是 他们的Sales 还是不是 很好的话 一般呢 他们拿不到 PPP 也拿不到 SBA EIDL 所以这些 特别的贷款 是为 他们而设的 所以我鼓励 大家 这些小型企业 如果你们 还是没有 得到某些 补助 帮助的话 不要棄累 还是有帮助 还是有 计划 特别为 你们 帮助 你们的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istant EDA 也是一样 这些 我在这里 提供的 这些 低息贷款 都是特别 要 为这些 小型企业 特别是 他们拿不到 一般的 PPP和 EIDL 的贷款 而设的 所以我希望 我不希望 在这里 把这些 小型企业 搞得 好像 confused 我们是希望 如果你有 兴趣 要贷款 如果你有 这个需要 你和我们 联系 我和Jennifer 我们可以 帮你看 你是符合 哪一个 项目 我们就会 帮你申请 这是我和Jennifer 的联系 电话 和我们的 Email 所以我 我鼓励大家 和我们 多多联系 如果你有 朋友 是在 商业发展 方面 有问题的话 不只是 贷款 我们还有 其他的 商业 指导 还有哪一些 如果你要 企业 还是要 做一些 某一类的 商业 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 尽我们所能 来帮助你 我特别 我说了 我们的 我们的 服务 都是免费 所以我们 中国话 就是说是要 开源 截流 那就是我们 找到这个 贷款的 方式 资金的 用作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一个 方面 很重要的时候 也就是 现在在这个 所谓的危机 有危险 就有机会 那么在这个 现在小企业 如何才能够 把你的企业 不管不仅仅 是站稳脚针 还有的话 怎么样去利用 这个机会 去壮大起来 你便下一次 就是万一在 经济更好 或者经济不好 的时候 你都可以 平稳的过渡 那么其中一个 很好的方式 就是说 就是你是可以 成为一个 政府 去投交 政府的一些合同 而且我们都相信 在未来的几年里 因为政府要 要让这个经济 发展起来 和从这个危机中 转出来的话 很重要 因为政府肯定 是会更多的 从政府的 发展政府的项目 那么现在 政府的项目里面 很多都是有流出来 专门是给 小型企业 去投标的 这个份额 还有很多 像一些上市 大型的公司 特别是在 南加州 有很多 Aerospace Company 有很多 做航天工业的 这些公司 他们都有 专门有一个 small business的 procurement department 就可以去跟他们 联系 是可以去投标的 所以的话 但是很多 小型企业会觉得 这是这么大一件事情 我从哪开始呢 我到底应该 做些什么 我又有怎么样 才取得这个资格呢 那我们下一期 就会讲到 这个问题 我们PACE 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 是去帮助 小型企业 去取得 这个参与 政府项目 投标的资格 怎么样去准备好 怎么样去参加 投标 因为那些当中的文件 会很多 Paperware 我们会教你 怎么样的 指导你 和你一起去 去探讨 怎么样去成为 政府的 还有其他 大型企业的 一些投标的项目 因为每一个政府 放出来的 投标的项目 也会改 他们有时候 他们的文件 也不断地在改 还有这个 私营企业 像上市公司企业 他们所需要的文件 也不一样 那没有人会懂得 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有这样的同事 我们可以一起 跟你去了解 去帮助 但是第一步 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要勇敢地 站出这第一步 来成为 首先要取得 这个资格 所以那下一期 我们就会来讲 你怎么样 才可以成为一个 取得参与 政府项目 投标的资格 然后也简单地 提一下 以后如何 和参与投标 那就是我们下周的项目 希望这个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小型企业 因为政府的项目的话 希望就是说 可以比较的 那个收入比较的稳定 就是持续比较平稳一点 那么这对小型企业 我想在现在这个时期 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企业